知识分子犯邪淫概率很高 作者 福安谷观音格 知识分子中 男的知识分子犯邪淫的概率很高 一般读书人犯杀业的少 犯邪淫的多 所以读书人不要太骄傲 多少读书人 不管男女婚姻不顺的多 都是邪淫的原因 不忠诚 大家看陆瑶的小说 以前看和现在看不一样 比如人生来讲 那个高嘉林的读书人 本来和农村的小镇感情很好的 两人结婚日子普通就好 但是因为自己文化好 就和城里的干部的女儿谈恋爱了 人家干部的女儿 本来就有个男朋友 结果两人为了自私 高嘉林和小珍分手了 干部的女儿也跟她男朋友分手了 两人就在一起 结果呢 高嘉林默了城市工作 和干部女儿分手 回农村 小珍已经嫁人了 就剩下高嘉林一个人 所以高嘉林虽然是读书人 有文化 但是自私 对比 就抛弃自己原来的爱人 所以高嘉林其实算是个复兴汉 自古读书多是复兴人 他复兴 导致他福报没了 事业也没了 婚姻也没了 读书人不是有文化命运就能改变 首先必须人格要好 品行要好 多少人占助文化高 也会欺负人 最后自己很凄凉 所以天下读书人都要以这个案例提醒 不要亏待人 亏待天 现在很多人越读书 结果呢 越自私啊 所以一定要加强不自私的教育 读书人自私起来 一般人都说不过他 他为自己的自私在诡辩 所以现在大学生出来 为什么越来越没福报 以前出来有分配 后来出来直接失业 要问自己的自私心 所以自古一来 就要教化那些读书人 读书人最聪明 也是最狡猾 你看炒股 还是各种上市 文字游戏还是金融数字游戏 都是读书人才搞得起来 假广告也是读书人才弄得出来 所以最聪明 却也是最狡猾 聪明起来造福百姓 狡猾起来危害社会比一般人严重 所以读书人一定要有道德 普通人犯邪淫可能是意识 危害几个人 读书人有文化 把肉身引发性欲图片的当成艺术 把邪淫当成风流 把铺张浪费宣传成大方 影响的是一群人 所以读书人太聪明太狡猾 一定要有道德制约 否则读书人不制约道德 对自己危害也非常大 就像现在网络媒体中 正邪都在 做游戏的都是一流的读书人 做假广告的 也是一流读书人 所以要谨慎 就像写了金瓶梅 还是写水虎传的 子孙好鸡蛋都是傻子疯子 你看现在人都受这些恶的思想破坏 现在学佛后 教育孩子人格健全是重要的 不要把会读书当成一种炫耀 要道德教育 不邪淫 不偷道德教育 读书人犯偷道的概率 很大 这个以后再讲 这里头 我要读书人多读的藏经 读太上感应篇比较好 现在读书人很少有这些法界的教育 包括鬼神的教育